鄭云鴻剛剛說我不是來逆轉勝的 我是來擴大領先差距的 那鄭文燦前一陣子有說 三個打一個我們一樣會贏 但是我聽完以後 我真的覺得是這個半夜吹哨 完全壯膽用的 因為現在我們從整個局勢上來看 從民調上來看 張善政其實現在是 處於穩定領先的狀態 那當然我想鄭寶欽的 加入這一場戰局 的確是讓這場戰局 在現在他是處於混亂的狀態 因為目前也沒有辦法去估計說 鄭寶欽他的影響力到哪裡 但是絕對不會像 像剛剛所說的鄭寶欽在地方上 他是沒有影響力的 畢竟他在這個地方 以民進黨的大佬到現在 他其實非常深根 那所以其實他 民進黨有很多人是對他死忠效忠的 那當然這個會帶來一個 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鄭寶欽 鄭運鴻跟鄭文燦 其實非常清楚知道 鄭寶欽的投入 對他們會有一些一定的影響力 所以最近我們在地方 發生什麼狀況 我想鄉林應該有被受到同樣的待遇 就是我們有很多大型的這個活動 場合 只要是市政府有補助的 只要跟市政府有一些關聯的 他是其實不讓其他候選人 上臺去講任何的話的 包含最近有一場非常大場的 應該有有過上百桌吧 那當時我們要進去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們說 不可以穿候選人背心 當然我們有帶張善政一起去 我們都OK啊 我們其實都都沒有穿 那包含張善政當時 連一個字都沒有秀 我們說那我們就去 其實是跟大家介紹一下就好 就到了現場以後呢 我就看到他們在搖耳朵 搖完耳朵以後呢 張善政很可憐 他就在一個人站在角落邊說 不行也不讓他上臺 我們說那介紹一下 然後他們在經過商量的時候 說連介紹都不可以 那最後我就說那好吧 那不然就我上臺介紹 那我就簡單說一下 現場也有張善政到現場來 然後他們也說不可以 那我說好那我上去怎麼可以吧 他說你也不行 後來我說那剛剛鄭裕鵬沒有上臺 他說有 我說那鄭裕鵬為什麼可以上去 他說因為他是現任的立委 我說那我是什麼 我都不懂我是什麼的 後來呢主辦單位才跟我講 他說真的很抱歉 這是司令下令的 然後這是長官下令的 那我說下令什麼 他說就是不能讓你們上臺 而且這一場市政府有補助 不到後來我們查 能補助五十萬還是什麼 所以你看 我就舉這樣的一個例子 那到現在很多的中秋晚會 其實也都不讓這個 張善政去上臺 我想鄉裕應該也有這樣的一個 我也是跟剛剛美寧委員講的一樣 我也是現任委員 他們也講說背心不能穿 然後介紹你就在底下揮揮手 那我那天看鄭裕鵬委員 他做法就不一樣 他去直接麥克風抓了 他就聽話了 他也不管這些 因為那些以前里長 可能都是他很親近的人 所以他去了他就啦啦啦的 然後他也介紹了他帶去的小雞 所以我想我下一次 我也就用我們現在去 就把麥克風抓起來 所以我結論一下就是說 這場選戰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對藍軍有一個 很大的隱憂是什麼 現在大家都在講說 國民黨現在穩了啦 因為他們分類了 所以我們穩了 那我覺得其實不是 沒有這樣的說法 我們光看到這個中秋節 鄭文燦帶著鄭運棚 大街小巷 小到沒有幾個人的廟會 大到很大場的中秋晚會 他都帶著他跑 然後在臺上 然後他們會鄭文燦會說 他有哪一些計畫 已經做到哪裡了 哪一些計畫開一些支票 交給鄭運棚來去完成 那你看他可以帶他 情跑到這樣 所以他們有相當的危機意識 一旦市政府的資源下來 國家要氣息下來 我想我們藍軍會變得非常難打 所以呢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陰影 真的一步一腳印要非常嚴謹